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于志勇 33岁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企业管理在谷 我是来自杭州的江西人 于志勇 今年33岁 中专学历 在这里的话 我想寻求一份关于运营管理 及管理方向的这样子一个岗 好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2019年到2022年 这个浙江工商大学的学历 您是什么方式的 这个是自考的 自考的 对 您刚才有说 您的这个初始学历是中专 就是您的中专协力最后有结束吗 我中专的话只读了一年 没毕业 为什么没毕业 当时我在读中专的时候呢 平时上课经常出去玩游戏啊什么的 打这种游戏 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吧 另一方面原因主要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读书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太有用 我觉得可以跟一些前辈一样出去工作赚钱啊 2014年出来之后 然后做了一些这种闲散工作 然后最后再进入到这个一个美发产品的一个公司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是负责这个产品的一个培训 薪资薪资的话是在800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有注意到您2009年到2020年这11年间您创办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实际上是14年的时候创办的 私人的老板他是做这种香包皮具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跟他有做过一年时间 在原先工作的过程中 接触了很多做电商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机遇不错 所以呢 跳出来之后 其实是重新从零到一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差不多10年到13年吧 13年初大概这个阶段是一段创业经历 你现在还在创业吗 我现在暂时停滞了 你这些年 其实包括你刚才说的商贸公司 你有赚钱对吧 有 你就到目前为止 你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赚多少钱 最高的时候的话 我自己创业的啊 最高的大概是有过20多万这样一个月吧 你后来赔的最惨的是哪笔生意 赔的最惨的话也是2017年 这个公司结束的这个时候 就是当时呢 就是电商平台店铺被关掉了 就是多年的一个沉淀 然后就没有 赔的很惨 对对对 算是血本无归吗 这个过程呢 其实最主要是还是其实投资这一段 当时呢 就是基于这个发展的一个调整 自己想快速一点 所以把资金导向到这个股票里面去 然后后来出现了就是比较大的亏损 我想问问你 你当时心里能接受吗 在这里的话 我自己一直认为自己可能方向 就是目标可能会比较远一点 然后这笔钱赔进去的话 我觉得对自己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个磨练嘛 态度这一块 我还是看得会比较开 也比较平和的一个想法 你用什么样的话或者理由来安慰自己 未来还很长 这个对于我来说 不是只能是一个教 就是说一个教训嘛 我来说一个教训嘛 我来说一个教训嘛